韩国大田广域市市长李庄宇最近率团来到新竹市进行参访的活动 并且受到了新竹市长高宏安的热情接待 高宏安表示新竹市跟大田广域市有很多共同之处 像是新竹以科学园区享誉全球 大田广域市也有国家级的大德科学园区 因此拥有相似的产业背景 这次新竹市政府也跟韩国的官方共同签下了MOU合作备忘录 希望分享智慧科技推动市政的经验 包含了我们同时都有科学园区 也同时都有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在我们新竹市跟大田市分别坐落 同时我们在许多的一些市民的特性上也都非常的相似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有幸可以签署这个科学技术合作交流的协议书 那也奠定了未来我们在跟韩国的大田市 可以不管是在学术在产业投资上 甚至可能在观光交流上都可以有更多深度的合作 这次可以跟新竹市签订合作备忘录 大田广域市市长李庄宇也表示非常的高兴 他除了期望双方可以在科技层面上相互分享各自的优点 一定可以让科技发展再次获得提升 未来也希望可以邀请新竹市政府团队前往韩国参访 到大田广域市了解产业发展 世界半导体产业研究方面 大田市和新竹市皆在全球中名列前茅 在城市发展方面 这两座城市的交流合作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尤其是大田市有大德科学园区 而新竹市有许多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也有许多文明世界的大学 而大田也有韩国科学技术院等享誉国际的大学 若新竹市和大田市合作交流 共同研究与产业投资 一定会为两座城市的发展产生极大效益 今日两座城市交流是个好的开始 未来也一定会有更密切的交流 我也会为此付出更多努力 大田广域市位在韩国的中部 是韩国第五大城市 人口多达了145万 境内拥有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院 以及研究院 这次参访除了希望增加双方的彼此友谊之外 科学技术交流跟合作 也成为双方最在意的交流重点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